现在是9月11号Saturday 晚上7点左右 我们关注下超强台风颤都 现状如何 目前超强台风颤都 风力级别是16级 离台湾岛越来越近了 然后 堪森台风的话 马上就要登陆越南了 可以看到 离越南的陆地越来越近了 堪森的等级是10级 现在是属于强热带风暴 堪森台风离海南三亚有点近 但是对它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三亚凤凰机场 只是小面积取消而已 可以看到目前 堪森是10级 颤都是16级 这个风圈已经影响到台湾岛了 现在离台湾岛这么近 那对台湾岛的 东边 会带来一些降雨 按照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预测 轨迹 有可能登陆台湾 也有可能不会登陆台湾 像这个韩国的预报 就有可能登陆台湾 像其他的预报 美国预报 就不会登陆台湾 还有日本的预报 有各个预报的 城市测距 那我们选择畅都 距离全州有400多公里 距离三亚1000多公里 按照目前的轨迹的话 有可能登陆浙江州山一带 可以看到这两个台风距离广东还是蛮远的 这是今天9月11号的天气预报 预都将向浙江东北部沿海靠近 台湾福建等地出现大风 上海等地出现大雨 今天白天受预都影响 台湾东部出现中道大雨 局地暴雨 台湾的东部福建中部沿海等地出现6到8级阵风 局地打9级 受堪生的影响 海南岛西南部 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等地出现6到8级的阵风 颤都将向浙江东北部沿海靠近